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因为呢 其实啊 我的同事就是 Jackie 啊 Coco 啊 Joy 啊等等 就是包括我们心里的同事 讲的都已经非常好 所以我再讲一些产品也好 或者行业也好 我觉得就是一些重复啊 所以我每 可能每个月 咱们网上做一次 包括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直播的 这个形式啊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看不见脸 事实上呢 我更愿意呢 是以直播的形式 到时候咱们就是 男女生搭配 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是不是 大家看着也有意思 不论是这个 咱们是女性同胞还是大老爷们 都可以满足 你们的要求 是不是 我们有女的同事 和男同事搭档 咱们以后每两周做一次直播 一个提问 一个回答 然后一个再反问 另一个回答 这有来有去 包括如果观众朋友们 有什么问题 现场问 现场答 我觉得要比这个 对着手机和电脑 这个看这个我们说的演讲稿啊 要丰富多彩一些 我们现在正在调试设备啊 等等测试一些 应该很快啊 一周到两周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直播 欢迎大家到时候呢 以另一种形式参与互动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原因呢 我们不能做线下 所以我们搬到线上 我觉得线上的互动形式 可以更丰富多彩一些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今天我要说的话题 其实啊 我刚才说到了 我其他同事都已经说完了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所以呢 我就是随便随便 这个我是杭州人啊 虽然我出国十八十九年 普通话还是不是像北方这么标准 我一定要非常努力的去发音 才能发的稍微标准一些 就是我随便聊一聊 那么就算随便聊聊 中间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我认为的观点和这个意见啊 当然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属于一般性的建议啊 如果你赚钱的话呢 记得请我们喝杯咖啡 或者吃顿饭也行 如果亏钱的话呢 也请你告诉我们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呢 把这个失败的案例呢 之后也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我为什么分析这个 失败了 亏了等等等等 不可能永远都是赚钱 肯定是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那么还是一样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们的话 我们花一分钟时间简单介绍一下 那我呢是Mike 我现在是担任的是 Gold Markets中文部的这个总经理 已经因为我们现在呢 不仅仅是在墨尔本地区 在悉尼地区 其实呢也有了分布 事实上的话呢 现在我们的产品线 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种类正在增加 已经增加到澳洲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那么马上呢 会上香港的港股 那么很有可能之后呢 我们也会上 这个完全的股票交易 所以说之后的我们的产品 会越来越多 目前澳洲的客户呢 是受监管于澳洲的金融服务牌照 欧洲的客户呢 是监管于欧盟的金融牌照 所以不同地区的客户不一样 墨尔本的地址呢 大家都知道是在市中心 悉尼地址呢 也是在市中心 也就是全聚德烤鸭店的楼上 好 那么我本人呢 刚才说到了 我来澳洲时期上是01年来的 是19年了 18岁来 今年已经是19 37了 37岁了 而且是10岁 37岁 虚岁是38岁 我非常的焦虑 真的是非常焦虑 为什么焦虑呢 这不 主要是被呢 各种网上 电影里面的 整天在说 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 我本来没有危机的 也被他们说成是有危机的 我自己就很担心 我会不会有中年危机呢 没有危机 也拿一个放大镜 仔细地照一圈 看看我是不是有危机 当然这是笑话的 那我想说的是呢 这个人啊 咱们得不断地进步 比如说我37了 相信有很多的像我的老朋友老客户 50起60起 咱们照样在听 照样在学 所以我觉得这个 要不然原地踏步啊 这个生活有的时候啊 总觉得是缺了点什么 只有不断提高 有的时候呢 才能够让自己呢 这个咱们说 精神上也得到一些满足 那么我是01年来读高中的 07年毕业 在悉尼工作了三年 10年跳槽去了摩尔本啊 之后的话呢 一直从事的这一行 到现在的话呢 已经在这一行做了证券行业 从毕业就开始做 做了13年了啊 15年去的go markets 当时呢就我一个人啊 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有10个人的团队 这些数字的话呢 大家看过就知道就行啊 这个其实呢 我们也是努力给大家提供服务 我一直跟我的团队的其他的同事在说啊 咱们都是服务行业啊 我一直个人不太喜欢就是那些 这些虚了八头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要显示的高大上啊 或者显示金融行业啊 我一直在广播中啊 各种节目里说到啊 咱们都是服务行业嘛 都是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 就是为客户服务的 就是为那个啥啊 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是不是我们也不是做什么 一千万啊 两千万的生意啊 咱们五百一千的服务 也是我们的客户啊 十万二十万一百万的 也是我们客户 大家都是一致对待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以后我的这个每个月一次啊 我就跟大家闲聊一下 我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大家一会提问的时候想问什么也问什么 凡是这个我知道的都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不知道的呢 就说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今天先聊话题第一 就是什么是炒股啊 为什么聊这个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炒股在国内特别热啊 特别火爆啊 因为其实说白了呢 在国内的投资选择啊 它比较少啊 比如说你跟别人说 我有五百万 我能干啥呢 如果你在北上广一线城市 连套房都买不起 对不对啊 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一套房了 你也不能买房限购 那么这个时候的钱 绝大部分人呢 没有其他的投资选择的时候 只能选炒股啊 那么再专业一点的呢 炒期货 那么如果不专业的呢 那就买银行理财啊 那如果贪心一点的呢 那就买P2P啊 那么这除了买房以外 炒股银行理财和P2P理财 是国内呢 普通人主要的投资方向啊 只有这么几个选择 你要么就投 要么就把它放银行 对吧 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由于啊 我们知道呢 在国内炒股啊 赚了钱是不用交税啊 这个应该说是世界 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唯一 那至少是为数不多的国家啊 炒股就算是赚了一个亿 一千万啊 一分钱税都不用交 他收的是印花税 他不算个人所得税 由于这样的这个税务 专门为炒股设定的这个税务机制 导致了国内呢 人人炒股啊 那么在澳大利亚其实呢 为什么没有人人炒股 一个根本性原因是啥呢 就是在这里的股市中 包括外汇交易 其实也是一样啊 在金融市场澳洲澳大利亚 赚的每一块钱 都是按照按照你的个人所得税 或者你是公司的话 按照公司税来收了 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 个人所得税最高18万以上 是47% 如果你是个散户 我是50万澳币的 赚了50万 100万 我就算其他的工资 一分都没赚 我今年18万以上的部分 几乎要交一半的税 除非你买的股票 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 那就是长中长线投资 那就不叫超股 如果我们像国内一样 今天买明天卖明天买 后天再买 买来卖去的 那你盈利 不管你赚多少钱 都得交税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很高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 以个人的名义 在澳洲炒股 相对 就比较少 或者说 资金量 以个人名义 在个人的名下 是比较少的 我们看到一般的大资金 包括在我们这儿啊 一般30 30 50万以上的话呢 绝大部分 至少 是夫妻两个人 或者更多的呢 就是以公司的形式 养老金 或者是家庭信赌 不管哪种方式 这个核心目的就是 在税务上 尽量做到 这个 最大程度上的合理避税 也正是因为有高昂的 高额的这个个人所得税 所以在澳大利亚呢 散户 入市 相对的比例 要低得多 那么在澳大利亚 谁在炒股呢 绝大部分就是 专业的人 就是吃这碗饭的 比如说 这个咱们知道 每个人工资10%的养老金 养老金公司实际上 就是最大的股市参与者 你说他们那么多钱往哪投 他们不可能自己去买块地 割两刀 然后呢 再建几庄房子 他们不可能这么做 他们的钱都是几十亿 上百亿到千亿 这么多的钱 他们只能买什么呢 买上市地产基金 如果要投房地产 买上市地产基金 如果要投股票 比如说银行股啊 什么矿业股啊 建筑股啊 等等等等 所以由于这个 本质上税务的机制 导致呢 在澳大利亚呢 股市里的参与者 是以专业 机构占了大多数啊 有没有散户是有的 但是相对人比较少 钱也比较少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 再看一下下一页 在澳洲的投资选择呢 同样也可以买房 而且没有限购 只要你交印花税 好 那你随便买几套 只要你带得出钱就行 那么相对来说呢 由于澳洲的这个资金的管制 或者说外汇管制啊 是没有的 所以呢 其实在澳洲 可以买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只要 它是在一个市场里交易的 你就可以买 比如说澳洲本地的股票 比如说美国的股票 香港的股票 等等等等 能不能买中国的股票呢 也能 但是呢 如果你是澳洲的身份 那么就比较难买 除非是咱们又知道 咱们如果还有身份证 国内用家人名义 那你还能买 所以说呢 外资不能直接进入A股 必须要通过一个QF专业途径 那就是这个比较麻烦 咱们就不讨论 所以在澳洲利亚呢 实际上除了投资股市 你还可以买很多的公募基金 什么叫做公募基金理财呢 我们知道在国内啊 其实也有很多公募基金 咱们通常老百姓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就去银行里面买理财产品 其实银行里面很多理财产品 也是公募基金啊 或者是银行自己发的啊 那么我们知道澳洲大部分的公募基金 很多呢都是上市的啊 上市它就有这个好处 啥好处呢 就是我不用跑银行啊 我也不用跑找什么律师 我在家点一下电脑 卖那我就给它卖掉了 两天之后一天之后 这钱就到账啊 这个相对来说呢 更加快捷和方便 同时 它的财务 也更加透明啊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随着过去几年 这个银行贷款的收紧啊 很多咱们华人啊 通过不同的渠道 有资金的 那怎么办呢 这边要造房子 银行不批贷 那边有资金 那么华人很多自己组织了很多这个地产基金啊 那我朋友圈里面 我认识的在墨尔本 大概就有不下二十个 各个种类的地产基金啊 有的是做的是 我们说地产基金啊 它这个 比如说回报率啊 四啊五啊六啊七啊八啊 有的更多的到十十二十五啊 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我跟大家这么说一下 地产基金呢 它是分为两类 一个是我们叫做first mortgage 也就是一抵啊 一二三四的一 抵押的抵 它做的产品是一抵的产品 这个相对安全一些啊 但是呢 它的回报率会低一点啊 一抵通常的回报率呢 正常来说啊 如果它在银行贷不到钱的话呢 押出来的话呢 通常是在七到十之间 扣掉各项手续费 要一般是三到四成本 那么咱们投资者拿到的呢 就是七减去三 那就是四 到六之间是合理的 如果大家看到有任何超过六以上的 比如说八呀十啊十二的 通常来说啊 这些抵押品 可能就不是全部是一抵了 有可能是二抵 也有可能是三抵 那这个要是出了事儿 就相对麻烦一些 你把这个地卖了 先还给一抵的就是 我们说是债主一 再还给债主二 最后才轮到 债主上三啊 当然了它的回报率会更高 有的到十五到十七等等等等 这个我们就不去说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呢很多这个 这个所谓的固定投资也好 或者说是各类也好 私募基金啊 这个门槛非常的低 有多低呢 我跟大家这么说吧 到市面上 你要买一块澳洲的私募基金牌照 大家猜猜多少钱 搭建一个公司 买一块私募基金牌照 只要呢十五万澳币 如果你不自己买 你借别人的牌照 只要多少钱 你绝对想不到 只要两万八 两万八 你就可以搭建一个呢 自己的私募基金 当然再花几千块钱律师费 对吧 租个办公室啊 两条电话线就可以了 你只要能够拉到客户 就行 分一部分利润呢 给这个持牌的牌照方 所以私募基金的门槛 非常低 非常低 那么这个风险呢 那就不好说了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呢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门槛比较低 我个人认为门槛低 它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呢 鱼龙混杂 鱼龙混杂 就是专业 怎么说呢 这个门槛越高啊 呃 它所需要的资金也好 所需要的实力也好 要求就越高 所以我们尽量要挑选呢 门槛高一点 比如说公募基金 公募基金 非上市类公募基金 它这个门槛已经非常高了 光是的公募基金 每年支付的保险费用 啊 就非常多 一般的这个小公司 根本承受不起 而且 牌照别人也不是轻易可以借的 啊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投的话呢 尽量选择公募 啊 好了 我们这个话题再聊一聊啊 这个我为什么要参与投资啊 也就是比如说今天大家 为什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课啊 有的朋友看到哎今天是麦克说麦克说 可能跟其他的这个人说的不太一样啊 我来听一下 那么其实啊 大家可能看到我这个演讲稿会 搞笑啊 为什么参与投资 那第一不就是为了赚钱呗 对不对啊 要不赚钱 有的朋友说 那我花着时间干嘛 我还不如在家看电影 对不对 这个时候吃好饭可以看个电影喝杯红酒 啊 要第二呢 可能是要学习知识了解一下麦克能说点什么 对不对 嗯 可能可能说一点内幕消息或者说一点 其他的我不知道的 哎万一我又买了赚了钱啊 我可以请他龙虾就不吃了是吧 喝杯咖啡也行啊 那第三呢 有可能是防止得老年痴呗 那这个当然是搞笑啊 我的意思呢就是呢 有的时候啊 咱们参与投资啊 嗯 这么说吧 就是不一定全部都是为了赚钱啊 是不是赚钱 我们付出了时间和精力 那的确 这个回报啊 怎么把它细分回报呢 那赚钱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回报的这个统计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啊 就是我一直一直在说啊 我这个人可能 你可以说我理想不是很崇高吧 啊 我觉得这个人啊 那要是一辈子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活的是太累了点啊 太累了 所以我个人比较 你可以说是佛系也行 或者说呢 呃 我我喜欢三七砍啊 七 你可以赚钱 可以比如说是要以盈利为目的 那还有三 啊 我一直强调我是 我个人大家可能 可能这个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啊 或者不年轻 80后应该知道我是天平座 天平座奖就平衡吧 我最不喜欢你上来就跟我说赚钱啊 我能赚多少钱 我给你三个 我头三个月能赚多少回报率有多少等等等等 累不累 是不是 咱们在澳洲本来就已经是饿不死了 你也不可能变成马云 你何必这么活的那么辛苦 对不对 咱们有的时候 包括我早上做节目 我现在完全可以不用做节目 我为什么还要做节目呢 肯定不是为了我自己赚钱啊 对不对 第一 我真的第一目的啊 我真的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跟得上年轻人的思路 和市场的变化 那我是83年的 十年之前 那我才27岁 现在我是37岁 我们团队里面有92年的 有95年的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这个反应灵敏度 记忆力 都比我好 那老是说前江后浪推前浪推前浪 你再推我往哪去啊 对不对 那我也得自己提高提高 所以早上这个咱 我为什么五年五年六年呢 六年了还坚持着做 很大一部分就像每个人坚持健身一样 我虽然一个星期不用健身五次 但是我至少得健身两次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这个说了 这个可能有点 罗里巴苏啊 这个是年纪大了 有点碎嘴 总之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 咱们投资啊 大家千万不要太功利化 赚钱 对不对 对的 但不是人 咱们说呢 人既然大家都在澳洲了 对不对 你不要百分之百 都是为了赚钱 这太辛苦 好了 所以说呢 我最现在很担心的就是 嗯 我们朋友圈一发 哎呀麦克今天晚上讲课 讲啥呢 啊 讲投资 讲金融 讲赚钱 啊 这感觉啊 这个 我现在看朋友圈也好 或者说是媒体也好 这个 凡是涉及到投资呢 我都害怕 啊 因为点进去一看呢 或者说的打开一看呢 感觉上就跟传销一样 啊 哎呀你只要拿钱来 我包你赚钱 你投三个月你肯定赚 所以说呢 我现在都不敢说 啊 我可能这个咱们晚上的节目 我要说投资 那讲起来好像就是我要搞成销一样 所以说 我你看我们 得不得得不得说了15分钟 一个股票都没有说到 可能在座的各位 会想 你这说的啥呀你 是还没有说的你 你们下面的这个同事好 还没有你的徒弟好 对不对 啊 你讲了20分钟的废话 连个股票也不介绍一下 哎 这个如果你要真的要听股票介绍的话呢 您可以听星期二的啊 嗯 Coco也好 Joy也好 星期四星期三的啊 这个 Jacky啊 我们 比较厉害的92年的90后分析师 其实92年现在已经多少岁了 我一直说92年 今年是2020 已经10岁28 虚岁29了 明年就奔三了啊 啊 这时间过得很快 大家不要以为90后很年轻 咱们公司里面三个同事90后的啊 啊 Coco92年的啊 这个Jacky92年的 Vanissa也是92年 我跟他们说明年你们都是奔三的人了啊 要好好想一想 他们老是跟我说 哎呀麦格哥你别 你别说我们奔三 你都是奔四的人了 这个 然后就把我堵在那儿了啊 哎 这个我们就说吧啊 投资啊 我老是觉得这个咱们喝酒说两句可以 你要天天挂在嘴上 人家可能觉得就是比较便宜啊 这个英文里面就是比较cheap 我不太喜欢 那么我其实希望各位达到的是啥呢 这个是搞笑啊 这个闲鱼翻身啊 我要翻翻翻翻翻翻不动啊 翻身 这当然是搞笑的啊 那其实我希望各位达到的呢 就是啊 有一些自己读到的见解 或者说呢 嗯 就是别人 可能所有的人都是看左的时候 我们能够向右看一下啊 我说的比较委婉一些啊 或者说别人都看不到的时候 哎呦 我看到了这一点光啊 只要我们的节目啊 我坚持不懈能够让大家有一些 这样这样的启发和收获 那我觉得实际上 要比赚个三五千一两万 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收益更多一些啊 嗯 我我我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要是我说哎 我上来就说今天咱们先说航空股 第二个再说澳元第三说黄金 那我这十年是不是没有进步 我十年前也就可以这么说了 那我现在为什么还说这些 而且这些节目周二周三周一的 我们其他同事也可以做 那麦克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有的时候我的节目不一样呢 就是我可以说一些我自己经验的总结和分享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国内我我专门这两天在写这个演讲稿的时候 查了一下啊 嗯国内的他们来定义的这个金融是啥意思啊 那我查了一下呢 让我心情很不好啊 为啥很不好呢 他们把这个国内很多的就是所谓的金融的思维 我是希望大家有一些 比如说是聪明的思维或者金融的思维 不管你用什么词都一样啊 就是比别人看的远一点 但是它是用来分底层和上层 我这个人很不喜欢把人分类 我一直觉得呢 这个人的大家都平等的嘛 你凭什么你说这个扫地的就一定比你是比你是低等啊 还是咋的啊 你做个你比如说我们做房地产 你一年可以赚个两三百万 你就看不起路边扫地的了 大家都是怎么说呢 都是劳动付出 造房子也是第三产业啊 对不对 你也只是个服务业 我们做金融的也是服务业 我所以呢 大家千万不要 我至少我自己很不喜欢 这个所谓的什么底层和上层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那国内说到呢 它怎么定义底层呢 就是每天给人打工 打工完了呢 刷微博和朋友圈 玩玩抖音啊 拼多多啊 充个几十块钱看看娱乐节目 诶 这不就是我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咱们听听我们节目大部分人做的吗 是吧 咱们都是在国内都属于底层啊 然后呢 在微信群里呢 这个底层称之为我们叫这种 就是每天不干正事啊 刷朋友圈玩微博玩抖音都是叫脚丝啊 扯扯蛋啊 吹吹牛啊什么什么的啊 这个关键一类呢 第三点你看啊 大家说到第三点 朋友圈底层喜欢分享两大类 一吃喝玩乐 二个人情绪啊 今天我开心了 今天我难过了 今天我不开心也不难过 那么他们说到呢 通过分享吃喝玩乐 不过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他们过得还好 但是背后为了防贷还款交头烂额啊 那么有的时候被压抑多了到朋友圈里面一吐为快 这朋友圈本来不就是这个目的 对不对啊 而且我给大家看这红字标识的 诶我看到这这不就是我吗 啊 那我现在当然有房贷了啊 那我发的大部分也就是吃喝玩乐 孩子什么的这个情况的 偶尔发一点工作的啊 我觉得这个个人朋友圈 你不是工作微信号啊 你发出来的全是赚钱了啊 全是这个这个累不累 我还是那句话啊 累不累啊 那么他们国内所谓的金融思维认为底层呢 就是啊 基本上呢都是透明人把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出来 这样的坏处就是很容易被人看透 也有一些人喜欢沉默很久发一条动态 他的沉默呢 不是因为成熟而是不知道发什么 他们习惯了在暗处当观众 这个呢就被称之为是底层思维 啊 那么下一页什么是上层思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切换过去 那上层呢 又应该怎么样呢 按照国内的定义就是 上层应该是天天和人谈生意项目 研究互联网金融 推广营销 自媒体宣传商机商业模式 写文章搭平台 策划割韭菜 第一 让我感觉到读完这句话 这不就是皮包公司吗 第二 这不就是传销组织吗 第三 这不就是微商吗 卖奶粉的吗 整天说这些 对不对 这个怎么就变成 上层金融思维了 然后第二点呢 有的说有德高望着的群主啊 维持秩序啊 津津有条啊 这些我们不扯淡 第三条 在他们的朋友圈喜欢分享的 一跟金融财经有关 一类呢 是跟自己从事的行业和项目有关 分享金融财是显示高大上 分享项目 向他人投入他们的专业 同时也是推销自己啊 第四点 他们的朋友圈都是经过包装的 包装是为了展示强势信息 降为收割他人的信任 因为人性呢 对于强者都有比较崇拜和 防不胜防 这样吧 我这么说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这个作者 这是我网 我在网上昨天在 在这个搜索关键词啊 国内怎么定义这个金融思维 如果他觉得这个就是上层 那这么说吧 他的眼界和他的生活圈 应该说还是比较肤浅的 还是比较肤浅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定义的话 切换一下啊 这个朋友圈就是按照刚才说的上层标准 具有金融思维的朋友圈啊 收十名核心合伙人 一位五千 听过我的分享 认识我 见过我都应该清楚我什么样的人 我是94年了 曾经在传统企业 大二开始 创业三年 17年 拿了不到一千块钱 说说说说说 离职后 现在自由创业不到一年 日入十一万 一天十一万 那就算你十万 三百六十五天 你一年能赚三千六百五千 五十万啊 94年 按照国内的定义 可能这个就是呢 上层而且具有金融思维 但是咱们明眼人一看 这不就是传销吗 对不对 这有啥 你说了半天你的项目是什么 你不就是拉人头 赚这个传销的钱吗 啊 如果这个叫做金融思维的话 那我想我可能是比较脱节了吧 啊 然后呢 这是我认识的 在墨尔本的一个我的朋友 按照国内标准 这就属于底层啊 只有吃和玩乐 你看 19年啊 发了一二三 那发了几条啊 沿途美景 学生们打板球 2020年 一路上的美食欢欢喜喜又一年 身体安康啊 没有一个说到赚钱 没有一个说到啥 什么什么项目呢 包装啊什么 但是我知道 他在国内呢 可能身价至少是几十亿人民币 所以很多时候 怎么说呢 这个我觉得啊 这个 就像我说的 如果我咱们天天还在聊钱 啊我今天一定要赚200 一定要赚500 我一定要赚1000 第一会活得很辛苦很累 第二你的压力会很大 你的脾气会很暴躁 而且很有可能 如果你这样做交易的话呢 会越来越亏 会越来越亏 咱们多的不说啊 继续说后面 所以呢观点就是 咱们都已经在澳洲了 对不对 你在澳洲了 谁还吃不饱啊 没有一个人说我真的是吃不饱 所以说我每天一定要赚这 当然有啊 咱们华人里面可能相对少一些 因为我们都比较勤奋 比较努力 大部分我们都吃得到 吃不饱 吃得饱 所以我希望呢 包括我的节目也好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有什么不同 我跟Jeky能说什么不同呢 我跟Coco和Joy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能我的不一样 很多程度来说 在精神领域 会有更多的分享 并不是说 哎呀这条线 站上了阻力 站上了支撑 咱们可以买它 而是说 我想说的是呢 我们在澳大利亚 我们需要的一个思维是什么思维 是天天赚钱 天天发布商机 不是的 这不是我们要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这样的生活 那咱们就可以回国创业 或者回国去努力 我们需要的是 独立 冷静 客观 和准确的判断 你可以说是财 我下面举了几个例子 什么叫做独立冷静客观 实际上就是呢 不要跟风 不要冲动 想好了再说 比如说 18年开始的 中美贸易争端 你不要 全部说是中国的错 或者全部都说是美国错 先把事情 搞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个争端 争端的起因是什么 为什么18年才有争端 不是17年16年 包括现在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差 这个前段时间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到呢这个澳大利亚的 跟中国关系不太好 对吧 所以牛肉和大麦 被加了关税 然后呢 我的家人 不是我的直戏亲手 是我的一个亲戚小姑 他在下面留言就说 肯定是呢 美国见不得中国好 或者说 另外加了一句是 澳大利亚见不得一个 发展中国家 成为世界第一的枪国 我就不好说了 我也不好回了 对不对 第一他的观念是这样 我也说服不了他 那么我想说的是 咱们能不能就事论事 不要跟风 不要冲动 你先把问题搞清楚 冷静下来 客观的看问题 中美的贸易问题核心是什么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一天比一天差 为什么澳大利亚和中国 会走到现在 你把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 搞清楚以后 再来抱怨 再来争辩 那没有问题 你不要上来就是 这个 搞这个 怎么说呢 极端化 这个问题呢 我也不方便多说 所以说呢 我只是想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独立冷静客观 就是 可能 咱们周围 朋友圈里面 或者家人 或者说 怎么说呢 这个一个微信群里面 所有人都倒向一边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 冷静客观 这个我不能不能说的太太过分 是不是 那么什么是准确的判断 预判呢 就是 在综合了各种因素之后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比如说 咱们前前一个月 两个月一个月前 维珍和澳行 这个封关了 都不能飞国际航线 那为什么维珍就倒闭 澳行 股价掉下去之后 又能涨回来一倍呢 那么 可能咱们如果每天 只是埋头做自己的行业 就不太知道 那如果早上听过我们节目 那大家就可能知道 哦原来 维珍它不是澳洲的航空公司 它最大的五个股东 分别是谁呢 新航 阿联酋航空公司 中国的海航 包括它的创始人 那个长头发的英国人 那澳航呢 目前大部分的股份 还是澳洲本地 所以澳洲就算 如果两个公司同时出问题 钱也会给澳航 而不会给维珍 所以维珍之后呢 破产了 但是破产之后 会有一家新的航空公司 购买它的机组 购买它的飞机 但是 它在澳洲的形象和声誉 会大打折空 在短时间内 澳洲航空 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会比较高 啊 所以说呢 这一些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信息 那比如说现在中澳关系的情况之下 同样一个是奶粉 一个是红酒 那为什么红酒 跌的多 奶粉跌的少 那么 相信大家自己也能得出结论 包括呢 前天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Ellen也说到 红酒不一定要天天喝 我就算喝 我可以不喝澳洲红酒 但相对来说 如果小朋友 小孩一开始吃的是 A2奶粉 有很大的几率 他会一直吃这个牌子 除非真的是一瓶都买不到 或者是家里实在是 我觉得 咱们中国为了孩子 借钱也会买 奶粉 基本上 是一个刚需 但是红酒不是 那包括之后 当时我们节目里说到 澳 中国对澳洲的大麦 加了水 怎么澳洲两个农业股 还在涨 看似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也是要分的 我们知道如果大家了解一下 北方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这个大麦呢 主要是用来 主要是用来什么呢 进口大麦 中国进口呢 是用来精酿啤酒 包括其他的一些白酒 也有一点 另外呢 就是金饲料 大麦是用作金饲料 但是小麦 是用作面粉 馒头面粉 包子都是小麦 所以是这一次中国 针对澳洲呢 加了关税是加在大麦上 其实啊 咱们说到底就是 警告的成分 比较大 我就从澳洲大麦进不来了 当然现在有美国可以替代 就算美国的也不给 那大不了不喝啤酒嘛 对不对 或者说口感差一点嘛 但是可以活下去 或者说呢 饮食结构老百姓的生活 不会有本质上影响 但如果小麦没有了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因为北方我们知道 很多家里面呢 天天要吃面食 面条 饺子 馄饨是南方 包子啊这些 天天吃 甚至于炖炖吃 那么一顿不吃 那如果是小麦不够了 那就是个大麦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想说的是呢 咱们很多时候的判断 是来源于 对于周围信息的一个收集 所以呢 大家做交易也好 了解市场也好 不一定 就像我说的 不一定是为了赚钱 你说啊我 你说麦克你知不知道 这个大麦小麦 我说我知道啊 那你怎么没买农业股呢 我不喜欢这个农业股 就是这样 我没有用到每一条信息 你说都要赚钱的 没有这个必要 它是不是涨了 是涨了 你为啥不买呢 我就是不喜欢啊 那有钱赚你怎么不赚呢 那有钱赚 你可以收集一拉罐了 你怎么不去卖掉呢 那也可以赚钱啊 我不喜欢这个农业板块 有人喜欢有人买嘛 那我个人不喜欢的 或者说我觉得其他板块的机会比他大 好了 我们说到下一页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这个 这个节目有点扯啊 但是我们节目就是要扯一点 我想说的是啊 我每一次得出一个结论呢 我个人自己来说啊 我通常呢 需要三个论点 就我想说的是 咱们以后看任何的问题 尽量的不要说拍脑门 啪一响 哎呀这个就一定是对的 那个就一定是错的 一般来说我们是需要 一二三 三点 来证明 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这个我们同事啊 Jacky说哎 那个女孩不错 我说为什么不错 为什么不错呢 第一有知识啊 那算第二 长得高啊 算两点 第三漂亮 哎 我想想看 长得高和漂亮是不冲突的 那不冲突 那也算一点啊 有文化 长得高 漂亮 三点 对不对 来证明他认为这个女孩好 可以 或者你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温柔 或者说呢 能做家务 能做菜 三个观点 也对 你也能证明她是个好女生 所以我们一般的做出一个判断 大家以后啊 尽量自己想一想 我有没有三个理由 有三个理由的话呢 那么相对来说 会比我们直接拍脑门想 会稍微准确一些 大家这个其实啊 说白了 我也经常误判 那误判就误判嘛 那人不可能每个都判断准确 误判没有关系 但是我在误判的时候 其实背后 也一定有 起码有三个理由 能够支持我 支持我这个观点 嗯 第二个话题 就是你需要休息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需要休息吗 这个跟投资看上去 扒杆子打不着啊 对吧 那其实我这里说的休息呢 并不仅仅是休息 其实更多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呢 总结 反思和前进 有的朋友可能说 就像我们这个 有很多客户跟了我们好多年 他从三年前开始做一个产品 现在还在做一个产品 他虽然是做一个产品 但是他三年前比如说 当时投一万块钱 亏了六千 第二年投了一万块钱 亏了两千 第三年投了一万块钱 赚了五百 虽然是做同一个产品 但是他在不断总结 在不断前进 那我觉得我们 不论做什么事 其实都应该这么做 这三句话 其实就是小学生里面 宇文老师一二年级 就会强调的 但实际上 实际上 咱们大部分人 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 早已忘记了 这几个字 就像我每 就像比如说大家 每天有的时候 如果是一 我们说不是自己做生意的话 上班的话 朝九晚五回家做饭 带孩子睡觉 第二天 朝九晚五回家做饭 带孩子睡觉 周六买菜 周日补习班 周一上班 朝九晚五回家做饭 买菜 带孩子睡觉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今年好快啊 又过了 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喝一顿酒 第二年好快啊 又过了 转眼间 过了五年 过了十年 还是可能同一个职位 或者说 稍微高一些 下面有几个 这个手下 但是依然是 同样的事情 在一遍一遍的重复 我并不是说做一件事 重复不好 那我想说的是 很多时候 当我们麻木的 重复着一样的生活 一样的轨迹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有没有机会 停下来 自己想一想 我未来两年要干嘛 我是不是还是要在同样的超市 在同样的路上来来回回的走 当然这是一定的 你到City上班 肯定是一条路吧 除非你搬家嘛 我想说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 一段时间 要回头望一望 我过去两年 是不是有一点浪费 那未来两年 如果我不想浪费 我应该怎么做 我这个工作 我到底是不是热爱的 是不是喜欢的 如果我不是喜欢 我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那这个日子 其实很难熬的 很容易得癌症的 各位 我这个说的话不太好听啊 我就说心里会很憋屈 所以说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论是做交易也好 这个处理家庭关系也好 工作上也好 很多时候我们的脚步啊 虽然已经比国内要慢很多了 国内是很快的节奏 但是呢 由于澳大利亚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即使这么简单的情况下 我们根本就 没有总结反思过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三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了 好像每一年过得很快 但每一年又不知道在做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 咱们这人的一生啊 其实时间能做时间比较短 只有几十年嘛 对吧 二十五岁毕业 到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以上的话呢 可能力气少一点 二十五到六十五只有四十年的时间 每一年过得很快的 真的很快 去年圣诞节到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这半年啥事做都没做 对不对 一月中国疫情 二月看两天 三月澳洲疫情开始 到现在五月底六月初了 感觉什么都没有做 这半年过去了 那么如果这两天咱们在家里 或者说现在生意停下来了 或者说六月一号开始 唐室要开始了 那么至少还有两三天时间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想一想 可以反思一想 这个生意以后要怎么做 还能不能赚钱 如果不能赚钱 怎么把它退出 这个工作我喜不喜欢 真的不喜欢 也许这段时间比较难熬 可能要重新考虑 不同的公司 甚至于不同的行业 人生真的时间比较短了 真的在一个不喜 自己不喜欢的行业 真的为了赚钱而工作 这日子是会过得非常非常慢 非常非常痛苦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 所以我一直 还是做我喜欢做的行业 即便是钱赚的少一点 饿不死对不对 是吧 何必呢 下一个 这个切换到下一个 大家放心 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 看似是心灵鸡汤的话 大家既然捧场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而归的 卖个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而归了 咱们最后肯定 哎 还是会有干货的 稍安勿躁 对不对 让我把这个心灵鸡汤啊 给大家喂完 喂完之后 就见到肉和骨头了嘛 对吧 好 下一页 所以呢 咱们说到刚才说到啊 这个反思不仅仅是学习工作 也可以是投资 其实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呢 咱们 GoMarkets呢 我从2015年跳槽过来 当时其实就我一个人 那么现在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 也就五年 现在GoMarkets 中文部啊 是墨尔本地区中文部 应该说呢 员工最多的一个 我比较谦虚一点 我们现在是中文部里面 券商里面啊 当然银行不能比 证券公司里面 员工是最多的 或者中文部是最大的一个 那么 为什么别的公司 同时的 15年当时 有很多个公司 都有中文部 他们越来越少 或者关了 或者裁员 或者说减员了呢 其实啊 这个 我这个 我们GoMarkets 很多中文部的团队 也从其他公司过来 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 很多时候在其他公司 就像我上一个话题说到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做着同样的事 重复的事 然后就会怎么样的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做的人就会越来越无聊 越来越不想做 感觉呢 这个 每一天啊 虽然有的时候 啊 这个薪水还可以 或者说呢 这个公司 名声还比较大 但是每天做的同样的事情 个人 什么都没改变 咱们说年轻人大部分 还是有一点 愿意从事金融行业 大部分还是有 有盼头的吧 对吧 我们盼个啥呢 你说半年过去 一年过去了 我天天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 我这半年提高了什么 什么都没提高 所以说我一个最大的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特点 或者说我的要求就是 我希望我们团队每一个人 你就算不能做到我百分之百的事 我希望你变成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卖领 我二零一五年又当爹又当妈 司机火夫加老板 基本上啥事都得干 虽然现在我们有人了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同事 你也要司机火夫 或者是以老板的这个心态 去看待事情 我不希望你来了我们就是半年 一年之后 你什么都没学到 就赚了这几万块钱 就算多一点 你赚了一年赚了十几万 对你的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呢 没有帮助的 对不对 我跟他们实打实说的 Gold Markets 包括我麦克 现在是你的领导 你也不可能 几率比较小啊 但是我是直说的 你几乎不可能 打一辈子工在这一个公司 对吧 你三五年之后 有好的机会 你肯定也会跳槽 但是我希望你们在跳槽的时候 能够长带着本事走 出去的时候能够说 哎这三五年我在麦克那边 学了很多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不会辜负你自己 同时你也赚到钱 这是两全其内 有的时候 这个我听到有的这个 就像我可能是 这个不同的企业不一样啊 我听到有的老板说 咱们企业就是一个家 员工就是你 咱们都是家人 咱们要永远相亲相爱 你要在这干三十年 我觉得这话太虚了 他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 对不对 员工到这个地方来干活 无非就是两点 第一看中的是报酬 第二看中的是职业发展 两者只要给一个 就可以稳定 两者都能给 员工就会干的特别卖力 有信心 就像之前一样 卧龙凤厨得一啥啥啥 得二好像是暗天下 得一我忘了 我的意思呢也是这样 在过去的五年中 我对于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都要求什么 先写报告 然后呢 能够上网课 上讲座 最后上广播 不管新老同事 讲的好 讲的不好 都轮换得上 一来 这样的话呢 整一个团队 整一个市场上 不仅仅只有一个声音 就像我们出去吃菜一样 你说 我今天去吃很好的菜 粤菜 给我上五道龙虾 那我本来吐了 是吧 五盘龙虾 谁要吃 那肯定是冷菜 热菜 汤 主食等等等等 有不同的 那才叫好吃 那我们的团团 我也希望每个人做 有自己的特色 有自己的专长 三五年之后 你真的要跳槽 没有问题 你走的时候 我能够做讲座 我能够写报告 我能上网课 我能够跟客户面对面 不用害怕 你是提高了 我很开心 好聚好散 祝你虔诚似尽 这样嘛 才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领导者 和正确的 我们说的是一个 管理者 应该有的胸怀 和应该有做的事情 不要抠了吧唧的觉得 别人他们学了我的本事之后 那我的本事不是被他们学了 说什么什么 学会的徒弟 饿死的师父 哎呀我不能教他们本领 我只能教一点三角毛皮毛 让他们永远 这个比不过我 如果有这种胸怀 有这这种想法 你做不了什么事 你能做啥 你现在二十七 你再过十年三十七 你再过十年四十七 四十七你能天天跑吗 对不对 你能周末还天天熬夜吗 不可能的 你一个人一天能接多少客户 我一个人一天能接多少客户 是不是 只有把整个团队大家 这个能力都带起来 就像一桶水一样 能接多少水取决于那个最短的板 这话虽然是课本上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团队只有每一个人都好了 大家才能一起好 不管做什么我都是这么觉得 我这个人就觉得有钱大家赚 有本事大家一起吃 有蛋糕大家一起分 是不是 反正咱们到这儿来也不可能成为马云 也饿不死 但是呢 过了这么多年 过了五年 你不管是留还是走 你想想 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了什么 如果仅仅是钱 吃完用完 是不是最多买一辆车 你还留下啥 你什么也没有留下 过了一两年 再到别的公司 每天还是做同样的事情 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惨了 我这个说的有点偏题 咱们说第二点 就是呢 如果大家现在有孩子 在读高中 或者说读读大学 如果他们填的是金融专业或者商科 咱们各位得问一下孩子 你为什么要选金融 或者说你为什么要选商科也好 财务也好等等 这个我读大学的时候 选课的时候 因为我我从小深受我家里的耳闻木染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妈就在炒股 92年的时候就在炒股 我在做昨夜的时候 我就清楚的记得 他这个收音机 他在炒菜的时候 旁边收音机就在放 四川长虹今天上涨3% 印象无比深刻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 用我的压岁钱买的第一个股票 就是四川长虹 但是那个时候呢 没有经过想法 没有经过准确的分析 综合的分析 四川长虹 第一 是国有企业 我不是说国有企业不好 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相对来说跟民营企业相比 那就比较差 第二 他在内陆地区 交通运输费等等等等 都很不好 但那个时候呢 我小学二年级 从二年级到我初中一大段时间 我认识的股票也不多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升万科 早知道升万科 我也就买了升万科 因为他是做房地产 谁都知道做房地产 要比做电视机的强啊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是深 第一个印象中 我在写数字5还是6 我清清楚楚记得 我在小学数一到十的写那个苗啊 苗5的时候 四川长虹 今天上涨3% 好 我第一个股票买了 四川长虹 结果十年套住了 十年没有赚过钱 所以我很生气 啥玩意儿啊 这是啊 这十年股市怎么都不赚钱呢 我这两千块的压岁钱 啥时候能回本呢 第二次买股票呢 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而且那一次买就比较猛了 因为之后我妈一直跟我说 维维啊 我叫黄一伟啊 全名 他叫维维啊 你这个 你以后虽然读了金融 那时候我还在澳洲读高中啊 不对 大三了 已经读到了 他说你能不进股市 就尽量不要进股市 股市啊 它就是一个深渊 你一辈子都会陷在里面的 我说 这听上去感觉怎么像毒品啊 是不是啊 当然了 现在回头来看 可能中国股市 还真的有点想深渊 好 所以呢 中国股市 我自从那两千块钱的压岁钱 我知道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回本 之后 是再也没买过 但是我在澳洲大三的时候 用了我的学费啊 我读新凉奥尔茨大学一年学费两万三 那年那时候 两万三的学费 那个时候为啥没交呢 因为你只要在期末考试之前交就可以了 所以其中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两万三的学费 压到了一个股票上 这个股票我还记得 现在已经退市了或者改名了 叫CFE Cape Lambert 西澳做矿了 那个时候呢 也是同学的朋友跟我说 这股票会涨 你买吧 我说你咋知道呢 我的朋友说 他亲眼看见了 他们签了合约 哦这样的 好 你买不买 他说我也买了 那你买吧 好啊我也买 两万三压进去 两周涨了一倍 还真的 两周涨了一倍 两万三变四万六 从此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啊 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 我是古神二代 然后呢 把自己的QQ网名呢 也是改成了 古神二代 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很幼稚 然后就觉得 这个钱来的那么容易啊 那这四万六 再翻一翻就十万了 再翻就二十了 很快就百万了 对不对 但是 从那一次翻一倍开始 后面的几乎十一支 所谓的消息股 全培 全培 哎呀我又听见什么什么了 我又看见了 哎呀哪个哪个消息 而且都是澳洲的 还不是中国的消息 全培 那后来我就知道了 那随着我了解的更多 我就知道了 可能我第一次是真的一个消息 运气好 但是在大部分的消息中 散户 听到的消息 那就是 把你用作韭菜 你想啊 如果真有这消息 按理说是密不外传的 对吧啊 传开之后大家都吵上去 那我还买啥呢 除非就是什么呢 除非就是我已经买入了 我故意把它传出去 哎你们再把它推一把 那我就可以怎么啦 我就可以卖出了 所以我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分享给大家 就是什么呢 消息股 十个里面 九个要亏钱 那你说 还有一个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运气有这么好 那你上吧 对吧 如果你真的上的话呢 不要用大钱 有个朋友说 这段感觉在听单口相声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现在可是在我车里说 在车里说呢相对比较安全 为什么比较安全呢 如果我在房间说的话呢 因为现在是晚上 我不是在公司 我在家里 我就怕等一下呢 我其中一个孩子 啪冲进来 一个玩具 啪人过来 头上当一下 啥玩意儿了这是 你们出去出去把门关上 那就 这个 我们讲到一半 如果脑袋上被玩具砸一下 那这个感觉就断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呢 特地到车库里 在车里面跟大家说 那车里最多砸到车窗嘛 是吧 不会砸到我头 好了 我们再继续说 所以说呢 其实啊 咱们说到这个 我为什么说要问一下 咱们如果有朋友孩子 或者自己的孩子 以后真的要考大学 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读上课 你为什么要选金融 如果他的回答是 听说这个挺赚钱的 那我觉得咱们还得跟他 详细的说一下啊 这个人生呢 其实 任何一个行业赚得好 都做得好 他都是赚钱 那如果你仅仅是为了 因为听上去这个赚钱多 而读这个学 学着门课 或者读这个专业 那就是错的 当然我知道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的 据我所知啊 这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啊 应该说他们的思维是非常独立的啊 这也是我非常欣赏的 很多我认识的这个家里 或者说父母这辈家境比较好 他们的孩子呢 都不要父母的钱 不要你给我买房 连首付都不要 我自己出去租 我自己出去打工赚钱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跟国内的孩子比 在这里受到教育的孩子 在这一点上非常不错 好了 又插开话题了 那我想说的就是呢 其实啊 咱们刚才说的 休息一下的目的就是 我们定期要回顾一下 我为什么之前买这个产品 错了 为什么现在买这个产品 能赚钱 有的时候想一想呢 静下来的时候呢 能够怎么说呢 如果能够自己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自己总结出犯了错误 那么之后是很难忘记的 很难忘记 时间我看一下几点钟 九点钟了 说的太快 说的太慢了啊 我快一点说 所以言归正传 澳洲股市还有机会吗 那么什么是机会呢 总体来说不就是两类吗 对吧 一个 现在已经开始涨了 但是未来还能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跌了很多了 但是未来未来呢 不太可能继续再跌了 那终于我们说到了啊 麦克说了这么多 说了一个小时了 我等了一个小时 他终于开始说点正经的话题了 那如果我们正经话题说太多 那我说和其他同事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周上涨最快的板块啊 可能大家要看的细点啊 这个戴上眼镜看啊 本周上涨最快的板块 第一排名第一的就是金融银行股 终于我的重仓银行股开始上涨了 什么板块都涨了 在这周之前就是银行还死皮赖脸的在15块16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太可能呢 果然这周连涨三天 9% 8% 今天5% 平均涨幅9% 本周上涨最快 那么过去三个月下跌最多的呢 第一居然也是金融板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三个月他过去三个月他跌的最多 本周他涨的最多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过去三个月就是疫情开始到现在 下跌最多的有什么 能源矿产消费者服务 什么叫消费者服务呢 就是第三产业服务类行业 卖车的卖广告的 卖各种其他东西的 运输 其他我不知道其他是指什么 公共事业工业事业商业服务配送服务零售等等 但总体来说金融和能源矿产跌的是最猛的 我最喜欢就是跌的多 跌的多我就要找一下有没有便宜货 就像我们去逛二手市场一样 哇找到一个 这是明朝官瑶的瓷器 他居然跟赝品一样卖 卖五块钱 哎呀这个好 我们首先呢以后教大家一招了 怎么挑东西呢 先看一下哪个板块跌最多 跌的最多相对来说 那就是过去被人嫌弃了 在嫌弃的里面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 值得我们去买的东西 所以这个结论呢 我就不多说了 总的来说两个策略 一就选择三到六个月下跌最多的板块 但是现在开始上涨了 第二策略呢就是追涨 最近一个月和最近一周上涨比较多的板块 那么策略一实际上就是看谁便宜呗 但是啊 我只是 咱们我把东西全收完了 那你们还过来干嘛 你们去其他地方交易 我只能说一半对不对 那些板块比如说相对比较便宜的 那我在里面挑挑哪几个股票呢 原则是什么呢 那你得跟我们单聊是吧 所以呢策略板块下下跌最多的 能源矿产 金融消费服务工业交通运输 短期内目前上涨最多的短期内 金融电子科技消费服务 耐用品等等 所以综合考虑大的板块里面 可以相对于增加仓位比例的 就是金融消费者服务和基建 我感觉其实我已经说的很透了啊 所以下面我们简单说几个热门的股票 第一就是旅游板块 WEBwebjet网上订票 FlyCenter 网上订票加实体店 Quantus 澳航 SYD 悉尼机场 这四个 只要他们不倒闭 未来一年必定上涨 第二中澳贸易 TWE奔赴红酒母公司财富酒业 A2牛奶 这个就麻烦咯 TWE我不建议吃油 有的我建议吃换掉 啊 这个这啥 那个A2牛奶呢 现在已经长得比较高了 我觉得有的不用卖 没有的不必加仓 农业板块 GNC Grand Corp ELD Eldis 两个都是做什么呢 都是农场主 管理农场和综合农业项目 保守投资的 可以买 只因为去年什么 火灾嘛 干旱加火灾 所以呢 农产品的价格现在 比较高 他们的盈利比较大 第四 金融板块 四大银行 加上麦考理 就是投行 这个是我重仓 我个人重仓的 四大银行 现在还是亏的 是我目前 加上ANP 唯一五个亏钱的 但是我对他们有充分的信心 建筑和基建 LLC Landleast HGP 就是Stockland DOW Dunas NRW 这四个 是做基础实施建设的 我觉得 大家可以重点考虑 为啥呢 疫情之后 很多公司 都裁员 这个时候呢 政府 必定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万 要借钱 大规模开展 各项基础实施建设 挖地铁啊 造铁轨啊 造机场线啊 等等等等 它会拉动很多的职业 特别是那些tradies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tradies的话 中文翻译过来叫 瓦匠工啊 电工啊 这一类啊 能够帮助他们很好 第六 金融科技 腾讯入股 Afterpay 这个是我比较遗憾的 我离场太早了 大家都知道 上过我们 线下节目 我们在 无数期 都推了Afterpay 但是呢 嗯 我在27块钱去年的时候就卖掉了 嗯 所以这个就就就就不说了 今年跌到10块8块钱 腾讯入股的消息出来之后 冲上30块钱 之后 顺利的成为澳洲 这叫综合指数 的这个成分股 什么叫做澳洲综合指数 这个东西很关键啊 为什么很关键 就像中国之前的 之前的中国的某几个股票 被列入了发展中国家指数一样 很多国外的这个养老金基金啊 他们买投资澳洲啊 他们不会买挑挑了挑去买的 就直接买一个一揽子 澳洲成分股大盘指数 如果你的股票进到这个里面 他就是按照他的同等比例 啪啪啪啪啪啪啪 买50个或者买200个 啊 所以说afterpay 再次上到35块钱以上之后 进入到了澳洲的海外成分股 列表里 使得更多的基金 和券商养老金 在海外去买它 第七 矿野和黄金 BHP RIO和FMG 这两这过去的三个月 几乎都没有跌FMG还上涨 NCM没有跌还上涨 得益于黄金 但是我要说一下 它们的上涨空间 比较有限 比较有限 第一 BHP的高点40块钱 现在34 35左右 上涨空间5块钱 但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中国的基建所需要的铁矿石 没有这么多呢 如果现在美国开始搞中国 甚至于在今天早上时间 美国的国会 已经潜在的 准备一项 对中国实施制裁的议案 那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网上自己搜 如果这个事真的发生 哎 这个比较难办 比较难办 所以呢 矿业不能中藏 现在 黄金 可以考虑 万一真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差 世界动荡的话 那么黄金的价值上 会更高 毫无疑问 好了 今天话题 主要话题 基本上已经说完了 这个后面的话题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收费 还是要说一下 澳股10块钱 万分之八 美股15块钱 两美分 港股还没出 再过两个月左右 外汇交易单次3块钱 黄金 这个 没什么 买卖交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咱们就这么说吧 三五块钱呢 无非一杯咖啡 就算是每股15美元的话 咱们一个月也最多做了三四次 撑死了 加起来还不到一只烤鸭的钱 那么其实呢 相信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 我们的优势其实就是呢 中文分析 我也只是说到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为了提高团队 同时呢 也是造福咱们的客户 让大家 所有的团 所有的队员轮流的 每一个都得做 那么这一些是我们最近写的股评 可以 大家可以问各自的客户经理要 但是必须前提呢 是账户里需要有一万澳币 你说 这个是我们一个小要求 不用你付钱 这是我们辛勤劳动的 知识 有这这这这这叫叫什么啊 嗯 就是我们花了时间和精力的啊 你不用单边给钱 那至少账户里有一万块钱 股票你买低于一万块钱怎么买 对不对 一万块钱 那么我们就免费发给你啊 嗯 之前的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股票它有一定的时效性 比如说 WEB webjet 我们在4月26号写完 发布出去 啊 当时的价格呢 和现在价格呢 几乎差了百分之五十啊 所以这个时效性还是比较重要的 MQG是我们在4月27号做出推荐 WPL和OSH 是这个就是JT写的 这个是上周写完的 这周一推荐的啊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嗯 我们每两 每两周会写一部分的股评 和有的时候是会评啊 所以大家可以嗯 嗯 问我们小助手 或者问各自的客户经理药 嗯 那么呢这个是我们去年获得奖啊 每次我们都说一下 2019年我们获得了澳大利亚所有券商中 这个叫Customer Service 就是客户服务 排名第一啊 这个也是感谢大家的不记名投票支持啊 好了 那么我讲的部分呢 就说完了 嗯 现在时间哇 已经9点20了 我们就花简单的5到10分钟时间 大家有什么提 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可以问一下啊 那如果我知道呢 就跟大家回答一下啊 大家可以打字来说一下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NCM 跳空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技术问题吧 什么是叫NCM的跳空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NCM的股价 我不知道这位观众说的跳空是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啊 从它的长期走势来看的话 NCM基本上现在是一个上涨之后的回调 啊 实际上呢 我们已经明显可以看出了 现在虽然下跌 但是呢 在关键的这条28块5毛6左右的这个支撑附近 只要没有跌破这28块5毛6左右的话呢 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 那事实上的话呢 NCM它是做黄金的 虽然它的盘子比较大 但是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世界未来呢 比较动荡 特别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呢 现在来看 这是王小二过年的一年不如一年 关系啊 所以说这个真的搞到后面 我也不知道会搞的多大 所以黄金股 如果我们有四五个股票 那我觉得至少有一个 是得 怎么说呢 保护一下 NCM或者NST 大家都可以选择 当然了 如果是觉得 有一个朋友问 要不要买回银行股 当然要买回 当然要买回 那无非就是现在进场时机 没有周一周二好嘛 对吧 已经连涨三天了 我们随便挑一个银行股 ANZ来看 长期来看 当时是啥价 二十五二十六的价格 掉到最低十四块钱 即便是现在涨了很多 但是依然是 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 当然现在的价格 可能 就是大家可能心里会觉得不爽 对不对 三天之前 比现在便宜了百分之二十 我现在买贵百分之二十 但是 这就跟澳元一样 0.55涨到0.6 啊贵了这么多 不买 0.6涨到0.63 又贵了百分之五 不买 0.63涨到现在0.66了 也不买 那那就不买 那就等它回调吧 是不是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银行股呢 涨了那么多 短期 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超过一半的可能 总得调一调吧 总得调一调 你要上涨 也得歇一些 那么在它歇一些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目标 是六到十二个月 我觉得是银行股 肯定是值得的 银行 澳洲阿道利亚 是一个垄断行业 它代表着澳洲的活力 代表着澳洲的整体经济 如果澳洲 整体经济恢复的 比大家想象的快 那银行股的反弹 也会很迅速 它是所有行业的平均 所以所有行业都上涨了 它不可能不涨 无非就是涨的比别人少一点 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 它的价格依然是处于非常非常低的价格 还有什么问题 SUNCOP 哎呀 这个SUNCOP 的话呢 是昆士兰的一家银行也是 高险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SUNCOP 因为由于我现在没有看到它的现金表和资产负债表 所以我不能判断它现在盈利情况和资产情况 SUNCOP的话呢 相对来说它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它在今天一度是出现了中期的一个反弹行号 而且突破 但是第一次失败 没关系 只要第二次突破9块6毛7 并且保持一天到两天 保守的投资者就可以跟着 可能大家要说 为什么现在不满 现在9块3呢 万一它更多回调呢 当然 长期来看 它还是涨 因为它也是银行的一部分 也是一个小银行 但是我个人是喜欢有了信号 有了确认之后再进场 我宁可少赚 也要保险 或者说也要稳妥 这是我个人风格 大家可以自我判断 SUNCOP 我觉得如果要买那为啥不买NAB NNZ A或者是ANZ呢 是不是 毕竟从资产结构 从业务范围来说 大银行安全保险的多 除非您现在已经买了SUNCOP 被套住了 那么 在9块6毛7爬上之后 可以部分加仓来降低你的成本 好的 谢谢 webjet 刚才咱说了webjet 看看webjet 我们在4月26号做出推荐 现在已经涨上天了 没有涨上天 4月26号当时什么价格 4月26号做的推荐 27号 2块4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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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4块2毛钱 哎呀这个 但是啊 我个人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啥呢 包括webjet也好 flycenter也好 目前 都是亏 都还没有盈利 飞机都还没有开 旅游景点也没有开 只有省内有 还不能国内有 更别说澳洲到新西兰有 所以在没有开的情况之下 很大程度上来说 大家都是靠着 预期 梦想 未来 期盼 这类词 那么 长期怎么看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我忘了啊 我得确认一下 大家如果你买它的话 你确认一下 我记得它好像融资了一次 它如果融资了一次 它有足够的钱 能够撑一年两年 那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但是啊 我个人觉得 未来12个月 这个机票啊 和旅游市场 都恢复不到从前 一年之内是恢复不到的 除非全球疫苗普及 要不然国际有 是基本 不太多 或者说恢复 很难恢复了 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 现在也没有出现 上涨信号 什么时候上涨信号呢 大概是5块08分左右 现在还 差的远呢 差25%呢 当然了 技术归技术 如果您觉得 看一下它的 现在的资产负债表 有足够的现金 但其他七七八八的原因 那您可以买 但是我个人呢 不是对它 很感冒 起码你得等一个解禁嘛 对不对 比如说澳洲和新西兰 开通了国际 有这个这个这个航班 那么对它也会有点帮助 或者澳洲 宣布境内的所有的病例 都已经全部消除了 那也是一个巨大的孤 那么国内游 就会比较比较多 现在每一天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案例 所以说这个有旅游啊 目前它的上涨 都是来自于 期盼 或者说是盼望 或者说是 怎么说都行嘛 反正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 哎呀不小心关了那个 Quantus 那我们最后说一个啊 Quantus9点半了 首先说一点啊 我个人买了Quantus 我的平均价格是3块6毛6 我在广播里也说了 我记得它3块6毛6最低的时候 到过那个啥 到过3块4毛多 但是我没有补仓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钱了 我更多的钱 我买了Macory Bank和WBC 所以说Quantus上面 我没有进行第二次补仓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啥 那个Quantus的未来啊 首先它回不到过去的价格 这是肯定的 毕竟嘛 主要赚钱的是国际航线 那国际航线通不了 你赚啥钱呢 但是你说它要4块钱 能不能回到5块钱 那是有可能的 并不是因为我 买了它的股票 但是我买了它的股票 我当然要看好了 这是正常的嘛 第二主要是因为呢 刚才说到的 唯真挂了 就算是新的东加进来之后 但是呢 短期之内 Quantus很有可能 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会变大 但还是那句话 它也是卖的是未来 现在没有发生 而且未来短时间之内 也不会发生 没有足够的国际航班 能够赚到足够的钱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好处是什么 澳洲和新西兰开通之后 那么短期之内 对比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 比如说全死在那 澳洲的航空公司 和新西兰航空公司 相对来说 会好一点 因为股票它的定价是来自于 对未来的预期 所以如果大家都觉得 股民都觉得 未来很好 那么即便它没有发生 还没开始赚钱 那股价也能涨 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事 Afterpay 还在亏钱呢 现在还在亏的 能讲到40块钱 是不是 所以说 有的时候呢 这股民也是很疯狂的 或者说 这个投资者是很疯狂的 好了 那这个呢 是我们最后的说的 这个一个事了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 以后联系我们同事 小助手 或者呢 等疫情结束之后呢 或者说 再好一点啊 那么我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工了50% 下周呢 我也在公司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 去City的话呢 吃饭呢 就不吃了 可以我们喝杯咖啡聊聊天 这些都没有问题 下周我全周 都在公司上班 好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